來 車要到囉 小心囉 小心階梯喔 後面小心階梯喔 來 階梯到了喔 再往後退喔 小心 小心 小心階梯喔 小心喔 小心 小心喔 來 車要到了 小心喔 小心喔 你後面 我沒有做不禮貌的事 好 直播中的帶點關心 一人賀君祥今天上午呢 今天下午呢是來到台北地檢署 來報導了喔 就是因為呢他在今年五月的時候呢 遭到檢警來搜索他的住家 同時呢還查扣了手機 以及相關的電磁記錄 就是因為呢他先前疑似和一名酒店小姐 在酒後呢有一些肢體上的一個衝突 甚至是有不禮貌的這個行為發生喔 事後呢也被這名小姐給提告 妨害性自主 那麼因此呢賀君祥也成為了被告 那麼今天呢也是他首度 被台北地檢署給傳喚道案說明喔 那麼可以看到呢 賀君祥今天一下車 是以一個長髮以及白襯衫 相當乾淨的造型來現身喔 只不過呢面對大批媒體的包圍 來詢問他這期案件 是不是覺得委屈 還是有另外的引擎 賀君祥對此的都是不做回應 賀君祥 賀君祥 賀君祥